一个人,如果不把六根和六尘当中的烦恼,分别心和意识心管住 其实就算你再修心,也是在修自己的人天福报 修得不好,就会产生烦恼 大家好,欢迎来了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傅说,修人天福报只是走上大桥的隐桥,代表你有一点福气可以走上大桥 师傅还说,并不代表你一定能走上大桥,只能说你是在隐桥上徘徊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也想分享下 如果不是遇到心灵法门,自己现在不知道是何种境况呢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合萨和大慈大悲卢君洪台长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说实话,从一开始修心灵法门,我就没想过要打通台长电话 原因有三 一是电话不好打 二是心疼台长,不想浪费台长的气场 台长的功能是用来救命的 三是从台长的博客、节目录音以及同修们的分享中可以学到很多,足以掌握各个知识点了 我就是这样边看边听边请教过来的 台长说过,念小房子是一辈子的事情 从冷水到热水,从量变到质变需要一个过程 所以,请新修的同修们一定要坚持 我在为自己的药经者和流产孩子念了上千章以后 困扰近二十年的抑郁症,还有妇科病,老寒腿,全好了 现在家庭和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孩子听话,父母的晚年也安康 总之一句话,心灵法门就是好,是最最适合在家人修心修行的正法门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大慈大悲卢君洪台长 感恩所有隆天护法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和我妈妈都是学心灵法门的同修 上个月,我妈妈在寺庙里认识了一个学佛快二十年的师兄 今年已经七十八岁 我让妈妈带了几本有关心灵法门的书解缘给他 他看了以后非常高兴 说,学佛这么多年,没有遇上这么好的法门 他很认真,也很精进 这次,他告诉我一件非常灵验的事 说是,一个佛友家的朋友生了肺癌很严重 医生已拒绝收他 回到家,他什么也吃不下 家人就说,等着为他穿寿衣了 我这位高龄师兄听说后,就带着红笔和小房子去了 然后,第二天八点烧完二十一张小房子后 这个病人居然能喝下一碗稀饭 这几天情况还可以 大家都说,小房子太神奇了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台长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大家好,今天分享经文组合小房子的不可思议 一,孙子在外地 五一期间不明原因的发烧 也不像是感冒 当时和同修打电话讨论了一下 他建议烧送七至十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开始烧送了七张 温度降下来 有点反复 烧送十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孩子一切正常了 二,前天发生的事情 儿子在外地家里吃饭 其他人没事 他腹泻 次数比较多 当天晚上许愿烧送经文组合小房子三张 第二天早上烧送完毕 上午问儿子明显好转 今天没事了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传授给我们这么好的法门 真是不可思议 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兄们背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今天为台长念大悲咒 我是合掌念的 念时手非常热 念完后 我就把手掌放在胃部 今天午饭后 到晚上 胃都胀胀的不舒服 谁知 手掌才在胃部放了一会儿 就舒服了 然后就打了好多格 也彻底舒服了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台长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个小和尚 靠在一块大石头上 懒洋洋地晒着太阳 这时候呢 从远处走来一个 怪怪地称为石机的物体 这个怪物就问了 小师父啊 你在做什么呀 小和尚回答 我在这儿等时机 等待时机 哈哈 时机怎么样 你认识他吗 你知道吗 小和尚说 不知道 不过听说时机 是个很神奇的东西 只要他来到你的身边 那么你就会走运 可以茅塞顿开 立地成佛 嘿 你连时机 什么样都不知道 你还等什么时机呀 你赶快跟着我走吧 让我带着你去做一些 正事和有意义的事情吧 去去去 少来添乱 我才不跟你走了 小和尚不耐烦地说 这个怪物叹息地离去 一会儿 一位得到的高僧 来到小和尚的面前问道 你抓住他了吗 抓住他 抓住什么 抓住时机呀 天哪 我把他放了 小和尚后悔不已 急忙站起来 时机时机 赶快返回来 得到高僧说 别喊了 我告诉你 关于时机的秘密吧 时机 它是一个琢磨不定的东西 有时候你专门等他 他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 迟迟不来 你不留心 他可能就来到了 你的面前 你见不着他的时候 你会时时想他 见着了他 你又认不出他 如果当他从你面前走过时 你抓不住他 那么他可能永远不会回头 使你永远错过了时机 小和尚都快哭了 师父那怎么办呢 我这一辈子不就失去了 得到的机会了吗 老和尚说 那也未必 让我再告诉你 另一个关于时机的秘密吧 其实 属于你的时机 不止一个 对 这一个失去了 下一次 还会再出现 这些时机 很多 不是自然走来的 而是我们人 去创造了时机 小和尚说 时机可以创造的 老和尚说 是的 我给你讲个故事 一定对你有启发 古代有一个剑客 在回答他一生 最让他受益 匪浅的 难忘的人和事的时候 他说 他记得他母亲 给了他一句话 那时候他刚刚十八岁 血气方刚 刚刚练习机箭 每一次 他还没有机箭 机到别人身上 对方的箭 早就机到了他的身上 他就跟妈妈说 谁叫我的箭 太短了呢 妈妈说 不 儿子啊 你记住了 你前进一步 你的箭 不就藏了吗 所以我们不要 怨天尤人 命运 其实就掌握在 我们的手中 在机遇面前 你们不妨 每个人都要 精进一步 前进一步 忌妥别人 其实别人的成功 都是在精进和努力 没有机会 我们要创造机会 去好好的努力 今天我们有条件 根基好的 我们要精进 以后回到观世音 菩萨妈妈身边 如果我们今天 条件不好的 我们也要 好好地念礼佛 好好地忏悔 拼命地 在仪式修成 争取 这一辈子 也能回到 母亲的 怀抱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 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佛法界讲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 实际上就是修心人 走上佛道 必须跨越的三大步 用白话讲 就是停止作恶 补行善法 修心修行 好了 以上就是 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 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我再次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